好 阿璐 什麼事?Miss Mo 沒有, 你沒事吧? 沒有, 我正在看書 只吃白飯沒有營養 我做了一些軟窩, 你吃不吃? 是血宴 鮮花刀上斜筆插在牛糞之上 這麼寶貴的食物 給我這堆屎吃, 又不是賺錢? 別吵嗦嗦嗦, 你是人嘛 沒錯, 我是屎人 閉嘴 不, 我不想大聲, 不是嚇倒你 來…吃吧… 幹嘛搖頭? 你有什麼事, 你告訴我 我不會再大聲, 沒一味搖頭 有話要說嗎? 不公平的, 世界不公平的 世界怎麼不公平呢? 不公平 你肯吃嗎?是不是很好吃呢? 我燉了三小時了 我吃了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你的燕窩沒什麼味道 我吃了也不覺得 不是吧? 我加了很多冰糖, 挺好吃的 你吃到有味道嗎? 是 為什麼我吃不到有味道嗎? 不是吧 不公平 為什麼你吃到有味道 我也吃不到有味道? 這個世界根本不公平 不公道 我吃不到有味道 沒有天理 他真的快要死了 要公平 這麼深的事他也懂得說 經過我昨天深切地了解Lock之後 我已經很掌握問題精結所在 那是什麼呢? 現在他沒有自信、沒有尊嚴 我就要幫他重拾信心 那怎麼重拾呢? 這件事其實從頭到尾都是人迷錯誤 這裡就是律師樓 我們全都是專業人士 所以我打算用我們的專業知識 來幫他重拾信心 我要用法律幫娛樂天 來一個大平反… Lock, 坐下, 來吧 Moss Mo, 我的事都做了 你是不是還有什麼要吩咐我做? 你坐下, 先聊聊天吧 我知道你不舒服, 不會要你做那麼多事 不要, 我喜歡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聽我說, 你現在的心理狀況 其實我知道, 我很明白, 也很掌握 人的尊嚴可以說是無價 而且在人口法律面前, 個個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要捍衛這種社會的公平 你知道嗎? 我會為你在法庭裡取回公道 內疚上寶妃 這樣就要幫幫你 雖然我不是很清楚 Moss Mo打算做什麼 但我知道Moss Mo一定是為我好 什麼?那個人要做 你放心吧, 這件事我會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麻煩你, 辛苦你了, Moss Mo 不要客氣, 不要緊 這次你可以碰我 我想不要再給大家麻煩 那我回家休息一下 你回去休息一下 Moss Mo, 你打算告警方嗎? James, 枉你做了律師這麼多年 當日警方是跟著程序做事的 不能告的 不是, 宋成豐的兒子告了 他羨慕小子, 他已經坐牢了 聽說還是瘋子, 入了青山 沒錯, 瘋子怎麼告? 難道要告… 告Man嗎? 不行, 他是自己人親戚 他無辜的 是呀, 他無辜的 Man當日只不過是把他親眼見到的事 告訴警方 所以也不應該告他 那應該告誰才對 應該告的就是有一群人歧視 戴著有色眼鏡去看Lok的這群人 在Lok還沒定罪之前 他還是一個清白的人 但是有人一個而一個 當正他來適摸 每一句話, 每個行動 都影響到他弱小的心力 令他沒有求生意志 所以要告的, 是不是這群人? 陳仙 是, James 當日Lok碰過的東西 我記得你全都丟進垃圾桶 慌死有菌 Simon, 我記得上星期五的三點半 你去南廁的時候 Lok也想去, 但是你不讓他去 要你去完廁所才准他去 還有Apple、Kat, 你們一群女生 曾經試過不敢去洗澡 因為你們當阿Lok是聲音 這樣對她是非常大的打擊 我沒有 Sandy, 你有 我記得上星期六 六兩椅子口曾經瞄過阿Lok, 你真可憐 師姐, 其實你也真可憐 我真可憐? 是 你曾經擺明立場 你說要跟她劃清界線 這是歧視行為 SK, 你也有 因為在阿Lok沒定罪之前 曾經想過要解僱她 這也是嚴重的歧視行為 我真對不起, Miss Mo 看我女兒也有份博 是的 但我今時不和往日 因為現在我的身分 就是娛樂天先生的代表律師 佛先生要告你們一群人 告什麼? 那就是把全部的責任 把我們全都推到我們身上 總之明天你們全都會收到律師信 謝謝 你替我寫信 不行, 你也是被告之日 不要緊, 我自己做 你們… 怎麼搞的? 你真是不正義 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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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正義 Miss Mo, 你真的打算告他們? 是呀, 還你一個清白 那我有什麼賠償? 我覺得這件案子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貞結就在於公道兩個字 那公道可以賠償多少? 老實說, 沒什麼賠償 你也知道辦公室那些人 哪有錢的? 我解決你聽聽 就像Apple那樣 他做了我幾年秘書 我很清楚他 他只有這裡沒有這裡 但他自己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他賠錢的話 就等於叫他賠償 James…James很廢物 James他搞不定自己的遺憾 所以他寄情於什麼? 寄情於買衣服、做臉部 如果他沒有錢, 他做不到這些事 你叫他死定了 是, 有一個人是很有錢的 那個就是你姑娘 不過他儲了錢, 打算做嫁妝 現在呢?現在變成姑婆本 你知道嗎?我身為一個女人 我很明白這件事 如果你一下子要他賠償出來 真的很慘 況且你是其身積 我相信你不會這樣做 至於其他Cat、阿明、Simon 那些全部都是弟弟哥 這案子是很好的 給他們一個教訓 要他們公開道歉 知道這個世界不可以這樣 所以你說賠什麼, 根本是沒什麼 而且大家都是自己人 大家都是同事 所以是不會有什麼賠償 說來說去, 最大的賠償 可能就是這一宗燕窩 這樣… Mr. Moon, 我想你已經說完了吧? 是 那就到我說了 好, 有什麼看法呢? 我就… 我就認為 如果下次你可不可以 真的加一些椰汁來等 真的沒什麼味道 什麼? 我想椰汁是真的可以的 我說了這麼多 即是怎樣? 即是甚麼椰汁? 我們不用喝得不乾淨吧?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 就快點按下方的鈴鐺 訂閱吧